曾经在香港娱乐圈有 十年远一巨星的说法 2013年是新星陈希仪和剧长刘家良 2003年是哥哥张国荣和美姐妹艳芳 1993年是两位音乐剧子黄家居和陈百强 1973年是功夫电影巨星李小龙 那么1983年远落的是那一位巨星 那就是今天要说的复生 复生 或许如今都没多少人记得他了 在1972年的仇连环中 陈关泰惠文情人依然走在归途 浑然不知仇人正坐等家中 迎面撞上一个骑脚踏车的错愕少年 仇老板 你家昨天晚上来了很多人 还没有走 言罢 便风驰电车的消失在巷尾 在电影中惊鸿一瞥的漂亮少年就是复生 由迪龙亲自眼见给张扯 小公子哥儿的净利容貌 立刻照亮了导演的眼睛 亲辱父子的缘分到了 而复生对张扯 开口就是老豆 天真是儿童的利器啊 于是张导演的生仔也叫得格外亲人相认 复生渊明张复生 父亲张仁龙是一位香港富商名流 立法局一员 被封为太平绅士 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中 复生并没有继承富贵之家 应有的神本持重 天性好动的他更如一个叛逆十足的顽童 再加上对功夫的热爱 更给他少年时代增添了一份不安分色彩 遇到张彻后 张彻为其量身定做了一些电影片 1977年 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 《射雕英雄传》上演后 立刻在香港引起了轰动 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复生的代表作 之后复生接入演了《射雕英雄传》剧集 一愿成为了当红小生 复生甚至开创了功夫喜剧 这一类型的小生形象 后来直接启发了成龙 当年的功夫喜剧小子类型电影 占据少世大半年评 功成名就的复生 身边更是不乏红颜之己 在迪龙的介绍下 复生与当时红变天的女歌手珍妮相识相恋 两人在1976年结婚 可能大家不了解珍妮 但你们一定都听过她唱的鲁冰花 黄日滑板射雕英雄传主题曲扁血担心 珍妮回忆说 我们一见面就有触电的感觉 我希望我们生生世世做夫妻 我爱她 到今天我依然爱她 当年两位金童玉女时不时的在明报周刊 颜色世界等各种杂志封面上秀恩爱 生活中的复生快车 且车速惊人 珍妮还在复生生日时 送了一辆白色包时捷911车号 AD83跑车 据张家班的编剧倪框曾预言 张家班的男主角 有不开快车的吗 他的嘴巴太灵了 可能开过光 从影前有过两次受伤记录的复生 入行后变本加厉 开快车到驾驶执照都被吊销 复生的父亲已经无法管束儿子 中国台湾之行把自家轻狂小资 交给江大卫照顾 这两位爷对这少年的管教颇有默契 一言一词 相应成趣 然而天鹿鹰山 也许是上天给一个人的太多 就会以另外一个方式收回 复生在上海摊十三泰宝开拍几个月前车祸去世 令所有人猝不及防 迪龙是张家班内 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六个小时前有说有笑 六个小时后天人永隔 1983年7月6日深夜 复生与汪雨飙车 从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出发 行至大澳门八字总站附近的转弯处 他坐着太太珍妮松的白色 包时节911行跑车撞向山边 车子撞得四轮朝天 严重损 车祸现场迅速被重重围起 复生看起来并无大碍 这个调皮的家伙 甚至自己从车里爬了出来 问了一句 我的脸有没有花 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再拍戏 紧接住被送往观堂 联合医院结旧不治 他永远停留在29岁 最美好的棉花 观众记忆中那调皮可爱的鬼马精灵 复生古灵精怪 一路稀报年龄 去世时实际上只有27岁 噩耗传来使所有人 正聚集在大厅里等 张彻听到噩耗立刻慌过去 郭追和松建赶紧扶住他 刘家良闻听消息放声痛哭 只剩下抓心拿费的后悔 当日五郎八卦棍的拍摄 因复生心情不佳而暂停 如果坚持继续拍摄 生散也许可以逃过此劫 与复生飙车的汪雨 因为自己间接导致好友的死而一蹶不振 用之后20年的时间来减产 吸引 吸毒 涉嫌敲诈 人生轨迹像到达顶峰后的抛物线 只剩下生不见底的下滑 而上海贪十三太保 及其乐张家班级的弟子 复生的戏份已经写好 张彻只好层层挑选出一个与复生形神结识的新人 那个姓远儿是只有22岁的刘德华 张彻后来回忆说 复生死后 一时影成鬼话甚多 鬼话之一就说他是哪家转世 我想这是由于他平日活破顽皮 大家怀念他之故 那时邵氏每年里 毕与全公司签名员工同去年夜饭 他死了一年 吃年夜饭时 往常和他一起表演的刘家辉 提到复生今年不能一同表演 全场一片哭声 香港电影界虽常有我和演员兼前爹 前儿子之说 其实我和演员总无此种关系 复生也不例外 但他平日惯常叫我老豆 叫我内人阿妈 我们自是叫他生仔 他死时我正好在台湾 内人胆小 鬼话流传之余 晚上临时总莫道 生仔 我们这样好 你知我小胆 莫来吓我 可见鬼话之胜 而悲痛欲绝的真妮 一直没能从复生世事的伤痛 梦中走出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带着复生在医院保存的儿经死 一个人默默地飞向国外 制造了二人的爱情结晶 女儿真家平 当年的社会较为保守 真妮担心女儿的身世 被人知道会受到流言伤害 直到2012年真家平25岁时 山巷外界透露了她的真实身世 女儿常德和富商也是极其神似 而珍妮后来也是一身未嫁 一心一意守候诸女儿和心里 那份从未放下的感情 得其如此 富商也是极其幸运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